这边是山东的 现在室外最低温度都在10度以上了 这个温度正合适 因为我棚里种的那些碗莲 现在开始刚刚往外冒芽 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种碗莲了 碗莲有很多品种 有微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每一个它口径 花盆的口径都不一样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用钢去种的话 我就种这个小型的就行了 小型碗莲是怎么种的 我用的是新土 先把土放到里边去浸泡了一周左右 然后呢 土已经浸泡好了 已经变实了以后呢 我打算再去把它种上 种的时候呢 就是贴着盆子壁去刨一个坑 让它的尾巴朝上 让它的尖 就是它的芽朝下 叶子呢 露在外边 直接去把它盖上 然后呢 贴着边缘种 一边种一个 这样种好了以后呢 在里边加上水就可以了 水味呢 在两厘米左右就行了 不要加太多 等它的芽子冒出来了 看着叶子展开了 逐渐的去加水 这样呢 它的水温会一直保持高一点的温度 如果说你一下加很多水 水温很凉 它的芽子就不长了 这样才能够快速的长好 这就是一个特点 到时候 夏季就能够持续开花了 如果说 您用一个大缸的话 你就去种一个中型的 或者大型的 一般V型 小型 口径 尽量的不小于20厘米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如果说你想种的话 现在居住属最合适 种在缸里 放到下光充足的地方 到时候 夏季就能够开花了 就能够放到下光充足的地方